端午节粽子这个事情也可以算是空头概念的一个延伸吗 粽子吃了吗 我看到被说是叫做赖阴荣兵 赖阴荣兵其实是没有阴啦 其实是阴系不是蔡英文又跑出来 是阴系的黄节吴佩义跟赖清德一起吃粽子 要吃减重冰 然后还要加着冰来吃粽子 还有个这个谐音说 所谓烙谐音叫做不要误会 他也以为吃这个会减重 没有是减重 减重 有点好笑吗 不知道 但蔡英文前总统 剪了新发型 也有什么晒旧照 怀念共疗 阿嬷教他包相中 所以他也还在这个眉光灯之下 告诉大家自己在做什么 但两岸之间 所谓释放和缓讯息吗 邓立军的故事 其实这个是因为很少数 有台湾一起参与这个制作的节目 终于可以上映 而且是一拖再拖 总算是马上要播出了 是一种讯号 两岸之间在文化创意产业 苦等六年的开播 是代表在文化创意产业 这一个面向 给大家更多正面的议题吗 但是这个感受 对于这个 演员来讲压力就很大 其实我比较同情 陈延熙本人 就他扮演邓立军 就被网友出征 说哪里有像 别硬秤 说翻车等等 因为他过去演小龙女 就曾经被笑 然后到了云边有个小卖部 还被说像少林足球的阿梅 很可怜 但演员压力很大 那这个两岸之间 议题真的很多 那无人机闯金门天下第一哨 这个消息就尴尬了 因为无人机到了这个地方 空投传单 说要给弯弯部队送温暖 那个还下降 瞄准到50公尺之后 投弹传单 那我们自己的军方 讲的都很婉转 都说有没有 就是刚刚飞过来 飘过来轻描淡写 说不是真的飞过来 我们上空 直接被掉下来 是飘过来等等 但其实被证实 已经第二趟 他还要再去 但目前他已经被抓 据说被约坛 表示这不是官方 所愿意支持的态度 而王定宇则是说 国军应该要提升科技能力 提高驻地官兵的概念 才不会说到无人机都没发现 还要讲说是飘过来的 无人机没有被发现就散了 连一艘快艇 快到我们淡水港口 淡水的码头也没有被发现 所以这个真是重重打了 我们这个海岸线 这个海防鼠一个巴掌 不过刚刚那个 就话说从前 你刚从这个英系 是不是有一点和解破冰 其实吴佩毅 他算是小英女孩 所以那大家都知道 所以大家认为说 他是绝对的这个英系 那个黄杰只是因为 他是陈其脉非常非常 绝对支持 那陈其脉又是小英的人 所以把他们两个 都类贵为所谓的英系 事实上黄杰在高雄 是加入永延会 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想说 他们是破冰 我觉得倒不是 因为这个英杰 我觉得这两位女生 目前的声量是蛮高的 赖清德想要显示说 他比较柔软的一面 就是喜欢吃甜点 喜欢吃这个鸡杖 我们台语称为鸡杖 就是粽子是加糖浆的 我觉得纯粹就是来做一个 比较软性的 然后显现出他的人设 不是像他外面 可能直接下令在这个 复议案当中的行政要采取 非常直接的一个立场 我觉得这个都帮他做一个暖身 倒是在这次直播当中 是最大的一个目标 就算是暖男就对了 暖男不要再说暖男 我们已经有高雄暖男 不是暖男 不然说有暖男的好不好 不用台南再出现一个 天气是很暖 没错 但是人设都一点都不温暖 然后那个 你刚刚说的陈延熙 我其实也是觉得 他从小龙女开始 大家就认为他是包子脸 有没有 小龙包 那也邓丽君见仁见智 因为邓丽君在以前的时候 在邓小平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老邓跟小邓 那这个小邓 他的声音的确 有机会到大陆去的话 看到一些学术交流 他们很多人 都非常喜欢邓丽君 他们陆客来台湾的时候 最喜欢到金宝山里面 去给邓丽君来做致议 然后他们好多 我看到好多人对他的 歌声穿透两岸 所以这次能够把这样子的议题 能够再搬上来 据说好像已经乘封六年 那六年前 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 没有办法 那现在为什么把他搬出来 我觉得大家好像 就把它当作一部 这个所谓的连续剧在看 然后就开始批评陈延熙 那背后里面 邓丽君对于两岸之间 当初所造成的一些的影响 还有现在是不是要 付出这个所谓的善意 我倒觉得画上一个问号 就把它当存 就是一部尘封久的 要把它放出来 然后大家又可以开始 我们预估会有一股的小凳热 因为他过去所唱的这些歌曲 马上又可以让大家 又开始和日君再来 我想未来可怕就会霸评 在每一个的这个频道当中了 和日君再来我们想的是 那我们到底陆克 陆森 和日君再来 两岸要能够荣兵 但问题是这个君先来 谁 谁来了呢 快艇先来 今天最新的消息说 淡水有一个外海从福州 一位60岁的男子 直接开着快艇 如入无人之境 直冲合房 到了我们的淡水渔人码头 告诉大家 还要不是因为插撞了 我们交通船 船家打了电话去报警的话 还没有被发现 有多离谱啊 这一艘快艇 直接开到了淡水渔人码头 然后一开始警察还没来 他在上岸之后打电话说跟民众说 拜托帮我报警一下 我大陆来的 所以这个消息让大家觉得 过去不是于北城讲 其实大陆如果来 大陆攻进来台湾的话 会迷路 因为他们会在我们复杂的巷弄里 迷路找不到路 其实随便看一看 没有Google地图 一样有百度有高德地图 清清楚楚 网友都笑啊 都打仗 谁还用地图 卫星多清楚 所以当曉金就说 会让台湾被笑死 亮哥说 这种卫星系统 对于美国来讲 都还常常会作为辅助使用 比GPS还好 居然拿来说 这个大陆因为地图不熟 没有Google地图可以用 就会迷路 笑死人了 那当然包括了特斯拉 用百度地图的导航 对于城市道路上的使用 都还有3D渲染路况放大 等等的效果 更何况是 再到台湾来呢 有各种人测试过 他们对台湾的这个地图 也是清清楚楚的 而在两岸之间 其实现在看起来是比较 要怎么形容那种感觉 就是到底盖兵兵站围 还是要假装没事 现在是这种氛围 就好像人家可以直接冲进来 我们又假装这个 所谓宣传单 不是无人机投下来 又要造成两岸很紧张 那女兵源不足的问题 已经发生 太久了 而其中招收女兵 会不会是一个方法 用来补男兵的不足呢 那政策被说会缓下来 为什么 因为女性的比例呢 2021年的时候 大概15个百分比 到了2024年初 只剩下16.9个百分比 当他们增加 一点点微幅的增加 现在却准备要往下降 是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困难度 认为女性在军中各种的机动 或需要独立的不管是空间 或者使用的卫浴设备 甚至还有什么一个男士官 跑到女宿舍去帮忙打蟑螂 后来被说是不是跟性侵害的纠纷有关 就很多冲突 所以在台湾显然不像美国那么容易 卫浩从这个淡水一艘船开进来 到我们现在冰原两岸之间的因应的问题 国防部真的会让大家放心吗 好 简直刚刚一口气讲了好多内容 那和日军再来 那这军就不会来 和日就是没有这天的意思 现在看起来两岸是不可能 虽然我们的陆委会 还有我们的这个交通部观光局 都很希望陆克可以来 可是因为政治在这边 即使原本大家以为会有 因为习近平不是说希望这个 到宝岛多看看嘛 所以大家以为会有 但是就是这个总统就只演说 这个部分不满意 所以我觉得暂时应该是没有了 那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今天我们是第一天 谈这个话题 后续明天后天可能有更多的讯息 这个事情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海巡署是说全程有掌握 观众朋友淡水的渔人码头 是有海巡艇的 所以你今天这个大陆的武盾小艇 它是搭着 这个图好 你看它从福州过来 对不起它不是一路开过来 它是挂在大船上面 像那个铁达尼号 那个杰克跟罗斯 对 它是搭着大船 到了我们淡水外海 大概六海里 也不过十公里 所以那个大船已经来了 先不要讲小船 大船靠这么近了 然后把小船放下来 那大船都拿去 对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个 大船都来了 大船在那边得他买鸡 来给他吃 然后他小船过来 对不对 没有我现在讲这个 就是要负责的 因为我觉得海巡 要跟大家说明更多 鱼人码头有海巡艇 那海巡说他有掌握 所以这个时候 是不是你就应该 看到他的大船 你就要去了 对不对 好这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 那小艇 小艇放下来以后 因为我这个部分 我没有专业 可是他无法辨识 是不是 就是今天他开的 一个五顿小艇 你以为他是 可能是一个有钱的商人 或者是他就是怎样 他是周润发 他就这样开的艇 过来要干嘛 关于是毒品呢 或者是有武器呢 那个船进到我们的 那个鱼人码头的 那个过程是没有阻碍的 真的 他所以有碰撞了以后 他自己停靠 自己上岸还找人家说 你有没有手机 他为什么要报案 因为他是因为有纠纷 他才要报 那我这个时候 我就 我就说我今天 只能谈到这边 因为说明他不是第一次来 好可怕 对不对 他把我们叫阿给 是不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个这个海防是 看起来是有漏洞 我今天看到那个 洪赤汉委员是民进党 他也在讲说 怎么会这样 他要去了解说 应该在那个外海 就说至少是六海里的地方 你就应该有动作 就全然都没有 那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再看 最后一个 因为以前 如果有当兵人都知道 我们每一次 只要预测 或者是说 我们做这个军事演验的时候 都认为 中国大陆解放军 会从这个地方来 就淡水 主委一路进来 这个淡大老师 还是你都知道 这是你锁定 他最容易攻台的地点 可是你却可以让一艘 这五顿的小艇就这样进出自如 这显然看起来就是 不只是漏洞 你根本 你不会 因为你一直讲有全程监控 真的吗 那如果有监控的话 为什么你没有上前 到他已经都撞了 都已经靠岸 都已经上岸了 都已经打电话了 你才去找到他 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后续要确认一下 不要说嘴巴都讲有监控 而现实上 你根本不知道 他已经靠近了 是因为部长说 正副官都可以去放假了吗 大家都去回家吃粽子 放假去 所以没有震慑到 还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兵力的问题 真的有这么不足 以至于发生这么大漏洞 那你来看看 神博洋还喊什么 他说第五重队 我们讨论了几天 第五重队怎么回事 就是台湾要有应对 大陆作战中心的 这样的准备 要把可能的威胁 在大陆做生意的啦 有妻小的啦 甚至政治人物 都要来列管嘛 那就是刚刚那个 还宣定 那个小船就这样开进来了 你要管我们 在这里生活的人 那外面外面 一般外围要进来的人 都管不住 不是很好笑吗 当然傅昆琦 现在是一个 被攻击的焦点 民进党是说 有反复 这个黑熊学院 加反复联盟 什么叫反复 就是在花莲内部 也有包括县议长 地方要缴 想要来参选 干掉了所谓傅昆琦系统 而沈柏阳也据说 提前要去花莲开展 对 我在淡江 教书教了将近27年 所以他们可以从我们 这个你刚刚说 是渔人码头 这个地方进来 那是芙蓉饭店旁边 那个地方 我觉得还是匪于所思 真的是 真的福州福渔丸 换我们的淡水阿给 然后说不定 已经两次到三次了 然后海巡 竟然没有任何 一点的警觉 我觉得那个 金门的事件发生之后 大家不是都认为说 这个应该有一个 所谓的SOP吗 因为彼此之间 渔船各方面持久 很多的碰撞 为了避免以后 再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好像把SOP又重新 再来把它review一次 就没想到 发生这件事情 那你那个SOP到底是 已经反省到什么地方去 是不是没有加入这一条 万一有大船 小船小船来这边逛 逛淡水 你没有加入这一条吗 所以我觉得明天 因为明天是总质询 应该是会有非常多人 所以我现在 不管是管碧林 或者是国防部长 可能皮要绷紧一点 明天这会是一个质询的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我也觉得匪夷所思 就像是说我们空飘肉揍 目前问题就证实 那个就是网红 无人机网红的 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无人机网红可以在这边 在我们之后做这样一个挑衅 然后我们去看着他这样下来 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一个处理 没有任何的法可以管到这个地方 那以后就派网红过来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做其他额外的 一个反制的动作 也都没有 所以就是到底我们的SOP在哪里 我觉得这一点明天 或是后来我们可以后续 来做一个观察 不过这个真的是一个 狠狠的打脸的 我们这个海岸线的 这些的一个基础点 那你说到傅昆奇 我真的还是必须要说 傅委员 他本身就是花莲所选出来 所以他为他的花莲 来讲话那是理所当然 那今天因为 因为有这么多的一个争议 你说沈柏阳要来选未来 要好好的蹲点血 我基本上不予置评 因为我 对于我觉得不太可能 成真的事情 我都不在想批判 当时对我们这个张俊议长 也的确是 因为他过去是我们国民党 而且对整个地方事务 是非常好 而且对于国民党 是非常支持的 就我跟他私下的一个接触 他是因为有一些排黑的条款 所以当时就没有提名他 但是暴准他来参加 那他也是不爽 这个后来是因为一些其他 跟这个我们徐政卫县长 还有过去附加的一些的恩恩怨怨 所以的确他在这个一当选 而且最高票当选议员之后 他马上就放弃国民党籍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损失 那目前为止 他跟这个魏嘉贤 也是过去我们的花莲市长 也是国民党非常看好的 一个年轻一辈的 那他现在也是当选的 还是继续留在议会当中 所以这个魏嘉跟这个张俊若 结合起来 然后形成一股的力量 都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的问题 那党中央势必要对这样子的 一个破口 基本上已经发生 都是党员同志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是要好好的一些 来做一个正式的动作了 但是对于沈伯央 要到花莲来去作选 除非他能够像萧美琴一样 磨刀十年 好好的蹲点 但是以他目前只重视空战 然后讲的这些东西 我倒不觉得 目前的花莲会把它当作 是一个角色来去面对 他可能对于国民党内部 所造成的一个挑战 我看不过 因为如果蓝军分裂的话 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沈伯央去战 你今天早上不会也采访问他 是这样 因为为什么会点沈伯央 是因为他不分区 然后民党现在花莲没有立委 也没有选上前市长 所以他责任取代花莲 所以他的责任取代花莲 所以他讲说 如果花莲要战就是他 那他本人意味不知道 我还来得及问他这个问题 但是花莲是需要地方耕耘的 我这边跟大家讲 你不要看这个傅昆奇在国会 被民党有骂人这样 花莲人是蛮直直傅昆奇的 就这么多年 这就事实 所以他能够一直选上 大家甚至就戚风说 你是不是都你们家就好了 就是现场立委 可是你要知道 反过来讲 就对来说花莲人 他们都很愿意把票投给 徐振会跟傅昆奇 给票率一直都蛮高 对 但是这个傅昆奇也有讲说 他也没有要再去选现场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看看 接班 对对对 那我是觉得都需要 地方要耕耘 先前是小美琴 刚才就讲那个例子 台北市议员 对不对 他去业余说 不要去花莲消费 小美琴他还去拍那个花莲 因为地震超观光 他去弄立奖 对啊 他自己都当副总统 都说我要推销花莲 就里面有人讲说 不要去花莲 或者是第五中队 把大家都当敌人 那第五中队 这个是这样 因为我看到这 我那样写 我说如果是监控 我当然是不同意嘛 但我问他了 他说不是这样 我说那我请他上节目讲 他就说就是填表格 像我们现在县市长 到大陆去 像讲话安 像以前克文哲 是不是去的时候 会有个联審会 先申报报备 回来以后还要写一个报告 我说那会不会监控到 每个人的行踪 或是说是陆沛 或什么 他说不会 就说这个说法 跟原本在自由说法 看到的就是感觉不一样 他是说这个说法乱写吗 还是 我没有 你知道我的风格 我不会去 就是对 那他那个 我说我不能被自由时报 我不是自由时报 那个专访不是我做的 可是我今天访问他的时候 他说说明 我问很细 那你要怎么样控管 他说没有要控管 就是请他们要做申报 高风险群 立委跟村里长 然后中阶 比如说可能对对岸 比较认同的组织 陆沛他觉得是受害者 因为他陆沛的家人在那边 那有时候回去探前的时候 都会被问东问西 可是他是觉得说 可以写一些入出境 比如说你去了 又你见了谁 有见党政军 回到台湾又有从事 政治活动他才需要 如果单一方面 回来不需要从事政治活动 那他绝对不需要 要两个合在一起 跟反射道法是一样的概念 我觉得我对我个人 他这个说法 我还是觉得有很大的 一个群疑 我怎么有这种感觉 对 而且你刚刚 你还特别讲说 就自由时报说法 他说这个对我 对 可能超过十万 我们像支援役 才十五万三 你这个都已经超过十万 你表示是支援役 三分之二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 那你如果说 真的是陈云所说的 可能有这么多的人 来渗透的话 你要不要抓几个 给我们看一下 抓几个来给我看 而且就人权来说 你说这陆沛是受害者 但是你回来 要去做一个登陆 我有移动的自由 他已经到到我们这边来 他为什么 因为他的身份 他就必须要做 这样的一个申报 我觉得这也没有 任何的道理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申报 到底是怎么样 而且你跟陆委会或什么 然后像我们立法委员 如果要申报的话 那是怎么样 立法院是要来监督 这个行政权 行政权如果说 我要填这个东西 然后不让我过 那我是否在陆委会的 这个所谓的经费上面 我可以做这样的 一个所谓的删除 这个东西是完全 说不通的 就是要行政机关审查 你立委可不可以去 对 然后我要审查 他的预算 那我们两个 到底是在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 在宪法上面的 里面的说法 还有他最主要是 不但的提到 这个第五纵队 又把这个陆沛给扯进去 虽然他的话 讲得不够精准 可是他光是这些 就引发的非常多 不一样的一个恐惧 而且我真的一定要去讲 这个里长 说实在的 过去四年来说的话 都没有什么事情 然后到选举的时候 就被羁押了150几个 然后每次一选完举之后 再来审查 真的完全都没事 那你这个东西 不就是在恐吓吗 你把这个反中的一个色彩 变成你要去登记 你要审查 这个说起来 就让他觉得说 台湾怎么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觉得 他虽然有认为 说要提出一些危机意识 可是他这种 我还是强调 他这种说法 所举出的人数 的确造成 大家一阵的一个恐慌 那我觉得行政单位 应该对他这件事情 应该也要做一个理清 只是觉得说 他把我们台湾本岛 分了各种人 然后来当敌人 结果人家外面进来的 反而都管不到 这不是很可笑吗 休息一下 慢慢回来 之后还会跑掉 你检查一下 看订阅还在不在 如果你已经订阅 没有关系 你周边的亲朋好友 帮我们拉拉票 请他们也订阅 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 谢谢 拜托 拜托